然後其實只要分成兩台 右邊的是AI Engine的部分 然後AI Engine 它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有分了很多 總共五個模式 就包含Gaming Gaming Scenario 然後Creator 那你說這個是軟體的部分 那它可以一起用到其他的系列嗎 還是 它是可以用到其他系列的 只不過目前那個 玩這一個是還沒有上市 還沒有正式更新 然後這一個AI運動的預計 應該是會在 今天安排的運動 然後它其實比較不同的是 就是 剛剛說的五個Stereo Gaming Creation Office 然後Meeting 跟Entertainment 這五個 我就把它想成打電動的時候 然後 它是改變效能的部分 這樣子 除了改變效能之外 其實還有 Lighting的話是鍵盤的Lighting 然後Audio就是音效 因為可能不同的模式 它一定會出現 還是幹嘛 對對對 沒錯 然後還有它的Visual 就是穩螢幕 新色的效果 對對對 就比如說你玩遊戲 通常會比較新運 對對對 或是創作會比較舒服 對 然後它基本上 就很簡單 你就把它打開就好 然後現在是關閉的狀態 你就把它打開 它基本上就會靠用上去 然後如果你不要特定的 就比如說你鍵盤不要靠用的話 那你就把它點掉 OK 然後它基本上 你就開個遊戲 它就會切換它的模式 所以它會 OK 它就是自動切換你的 有點像profile 但其實 你如果要自己設定 其實也是 對對對 算一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想到說 通常 沒有那麼Hardcore的User 它可能不會一直去切換 OK 而且甚至說 它可能開到效能模式 因為效能模式 它可能都會 比較好吃點 然後比較吵 那它如果 只是單純在做office work的話 對對對 它可能不需要用到這麼長的功能 對 就是 以這個來做切換 然後其他的 像是 開一個Disney Plus的話 它就會換 對 然後我就把鍵盤燈光 按到 Silent Mode 對對對 然後 旁邊那個的話 其實 它就是 呃 你應該知道 目前雲端有很多圖片生成的 這種技術 那這個其實 你就把它想成是 本機端 本機自己運算的 一個圖片生成器 喔還可以這樣 對對對 然後為什麼會特別 用這台Rader G178 也是因為 這台的performance 很好 所以它Render圖的時候 Render圖一定會 它現在是打字嗎 對 它可以自己打字 然後它圖片就會顯現 那它這些圖 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它是我們就是在 那個 這台機台裡面 是這個軟體的database 對對對 有做一個database 然後它就會自己來 去生成 然後可以自己輸入要什麼 對 然後 今天還有人 不小心 輸入到 怪怪的圖片 對